又是酒驾惹的祸 事情发生在宜兰的五节乡 今天清晨四点多 有一名23岁的灵性男子和朋友喝完酒之后 独自开车回家 结果呢撞上了一名63岁的机车女骑士 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到 机车是已经被撞成像是废铁一般 可见这个撞击力道有多大 紧接着轿车又撞到路旁的民宅 那我们来看看 那么呢被撞的妇人当场就死亡了 灵性男子能是收拾车上的东西之后 竟然是直接落跑 警方半个小时之内 是找到躲在家的肇事教室 那么酒测值是高达了零点六一 被依法松敗 天还没亮 下着绵绵细雨 机车通过路口 结果下一秒 对象车道小客车失控 迎面撞上机车 旋转好几圈 零件四处飞散 还波及一旁民宅 但肇事者根本酒驾 喝茫了 撞死人竟还跑回家 屋主被巨大声响 醒跑出来查看 周宇鹏两根柱子被撞断 整片铁皮倒塌 照射的白色小客车 车头严重毁损 挡风玻璃碎裂 机车倒在一旁 成了一堆废铁 车库里其他车辆也遭受无望之灾 二十二号清晨四点多 宜蘭五节乡亲河路二段 六十三岁江姓富人 骑车要去买菜 被二十三岁林姓男子撞上 当场死亡 人车喷飞数公尺 照射后林姓驾驶躲回家中 但人逃不过警方追捕 警方一车追人 半小时就将驾驶带回 酒测值高达零点六一 面对提问不发抑郁 戴着安全帽 头低的不能再低 他跟朋友喝完酒 还开车上路 夺走一条宝贵性命 林姓男子讯后遭到送办 要面临的法律制裁 以及巨额赔偿 后悔也来不及 华日新闻张正慧 李锡婷 蔡志敏 已然报道